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就想要先去算出来跟同期的比较 所以麻烦请先新增一张新的页面 好 请跟着我做 增加一个新的页面 请把这个页面搬到监测旁边 监测 我们就叫监测2 好 请问好了吗 监测2 那接下来我要点的是透过一个资料表 真的 大家很多人很喜欢看资料表 其实简单说就是表格 表格 所以表格你要被使用 首先在这个表格里面 麻烦请选我们的第一个放的应该就是 就是时间 所以请先选进口日期二 进口日期二 好 请问一下 这个进口日期二 这个进口日期二 它是不是有阶层 有年 有季 有月 有日 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进口日期二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再讲解 好 请问一下 1月1号的进口值 我现在是不是要呈现出来 所以请直接勾这个值 这是不是讲说1月1号的总共进口值是22个百万 然后 哦 对我字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 所以请把这个值 是要大一点 就是针对它 字我希望大一点 这叫做值 所以请选格式里面 请把值 放大 就是那种字形大小 好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们要有值 请问还要有什么 就是前一期 前一期的意思就是说 2010年的1月1号要放在这边 可是它有没有这个值 它没有 因为我没有2010年的所有资料 所以这边它不应该放 可是请问到了2012年1月1号 有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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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前一期的这个1月1号的值 这样就有了 好 这个公司 我也帮你算好了 麻烦请勾选 叫做什么 去年进口 去年进口总值 那当然我们要学怎么样算这个函数 对不对 请问 请问看得懂吗 就是去年的同期比较 去年进口的总值 它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2012年1月1号以后才有 是因为2011年它没有前一期的资料 可以吗 那接下来